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怎么祈祷 问题得不到解决的 是我们的问题获得解决 我们相信我父是全能的上帝 我们通过上帝的奥秘 使我们做祢的儿子 使我们的心愿获得实现 我们相信我们会更好 我们儿女可以做孝子 我们可以做爱国者 任何问题都会暴露出来 善和恶都会显出来 求之是我们通过基督的血洗净一切不好的 使我们显出来好的 有病通者求主赐予我们医治 被撒旦魔鬼折磨的使我们驱赶魔鬼 因主线和自己的罪恶而受到灾扬的 使我们的问题变成祝福 使我们的后孙越来越好 使我们有晚年的祝福 我们相信 照着上帝的话语 我们会得到祝福 感谢 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找一下 张言十二章二十五节 我们平时做四节 但悔改 可是有时好 有时不好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错在哪里 有些人说 牧师每天给我们讲的话语 可是我为什么不顺 直升机的螺旋桨 在一个小时之内 这螺旋桨需要转四千次左右 这时候直升机就能起飞 我们只服用十个或者二十个话语 反倒说自己做事不顺 这话语比蜂蜜更甜 那么什么时候发生奇迹 我们得到知识的时候发生奇迹 这知识是张言十二章一节 受到责备后 悔改的时候得到知识 我们在世上学过的 都是初等学问 不是学位再多 也是初等学问 在那台书四章九节 这是懦弱无用的小学 那靠世上的知识来生活的话 我们说这是纪摩 诗篇五篇十节 印记着寂寞而跌倒 我们不能都知道 李氏朝鲜的历史 那这在李氏朝鲜的历史当中 污秽的故事都写成了书 或者被写成了书 或者被改变成了电影 大部分的内容就是这样 国与国之间吵架 或者父亲和儿子吵架 父子反目成仇 丈夫娶几个妾后 妻子嫉妒小妾 结果呢都灭亡 那么不爱听上帝的话语 只爱 只喜欢听 好听的 这都是因为我们祖先犯了 悖逆罪 陪伴罪 所以光喜欢好听的讲道 这是伊赛亚书30章 圣经话语都是责备 提摩太后书3章16节 全圣经是责备 那为什么责备我们 我们受到责备的时候 证言12章1节得到知识 我们先读一下 证言12章1节开始 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 恨恶责备的却是出类 阿们 我一责备就可以知道 他是什么样的人 证言9章8节 责备的时候 感谢的人会得到祝福 可是不想受到责备的人 去找假的教会 假的牧师 假的教会不责备 路加福音6章26节 去假的教会的人 他们儿女都是不孝子 喜欢听好听的 不喜欢受责备的 他们儿女都是不孝子 这是圣明纪21章18节 他们儿女是不孝子 也是问题学生 他们自己呢 民数记14章33节 他们自己也做事不顺 他们喜欢去假的牧师讲的 上帝把这话语都记在圣经上 如果我们明白圣经 那我们不用去学习心理学 属于魔鬼的人 他们不爱听圣经话语 他们都是恶人 比如说这个人非常优秀 可是以圣经话语为准 分辨的话 他也是恶人 因为他不爱听圣经话语 不吃人们吃的东西 这是出类 今天在这里 不想受到责备的人 都是出类 受到责备的 喜爱管教的 会得到知识 得到知识的话 奇迹会发生 真言三章20节 得到知识的 获得医治 这信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 依靠自己来相信的 这不是信心 因为他们被撒旦魔鬼控制 依靠自己的头脑 像猪和钩一样 相信自己的之上 今天上帝为了让我们领悟 而给了我们这话语 证言12章25节 证言12章25节 一起读一下吧 开始 人心忧虑 去而不生 一句良言 使心欢乐 阿们 那么这话语 就告诉我们 第25节 这忧虑 别的宗教说 人有烦恼 这烦恼是从脑子出来的 可是 可是这忧虑呢 从内心出来的 那么为什么忧虑 因为我们 有从内心发出来的罪恶 这是马太福音 15章19节 再加上 还有罗马书 1章28到32节 内心故意不认识上帝的罪恶 那么我们有这些罪恶的话 心中有忧虑 这时候我们很烦恼 很头疼 别的宗教所说的烦恼 这是从脑子出来的 那么这忧虑是从哪里出来的 箭言4章23节 这是从内心出来的 这内心取决于我们的生与死 那现在我们为什么受到苦呢 为什么不顺 因为有从内心发出来的罪 有罪恶的地方 都有魔鬼覆着 愿意书三章八节 这魔鬼是我们烦恼 可是我们不知道 这烦恼是什么 今天烦恼的话 担心的话 约伯记三章 24到26节 按照我们所担心的 所烦恼的 我们如实地 遇到灾样 我们不能受到灾样 那么这些灾样是从哪来的 你现在按照你所担心的 所烦恼的 上帝使你受到灾样 约伯做悔改做得多 他是东方的义人 可是他总是担心 结果呢 他的十个儿女都死了 如果十个孩子都死了的话 父母会怎么样 约伯的财产都没有了 结果呢 他成了乞丐 这是约伯记三章 24到26节 上帝希望我们过无忧的生活 千师夫妇有千律 万师夫妇有弯忧 可是上帝最不喜欢我们担心 最不喜欢我们担心担忧 可是我们为什么得不到祝福 因为我们总在担心 上帝还没给你祝福 可是你还是担心 如果上帝给你祝福的话 你会死去的 比如说十岁的孩子 父母给他买摩托车 之后不让孩子骑摩托车 因为这孩子不会骑摩托车 在世上上帝最爱我们 父母不能创造我们 也不能给我们一切 哪怕父母是父翁也不能给我们一切 在世上父翁活着的时候 他们怎么样 他们死了之后呢 他们留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留下 那么今天这话语告诉我们 我们有忧虑的时候 哪怕是一个忧虑 也很头疼 也很烦恼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从内心发出来的罪恶当中 这恶已经有万个 我们因这恶罪而头疼 有些人头疼的时候 服用阿斯匹林 可是服用阿斯匹林也没有用 我们应该治疗这内心 如果不洗净从内心发出来的罪 和内心故意不认识上帝的罪 那我们会受到灾样 按照我们所担心的 上帝如实地给我们报应 上帝说 菲利比书四章六到七节 应当义无挂虑 把一切交给我吧 我们应该 把一切托付给主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那我们一起找一下 菲利比书四章六到七节 今天在这十节我们都来了这里 那来了之后要做什么 我们要知道自己为什么不顺 要找这原因 那这世上的学问 孔子 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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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什么思想 可是假的教会和其他宗教都不知道 这内心挖去了的罪和内心故意不认识上帝的罪 我们因犯了罪恶而一滴怨时被赶出去了 因这些罪恶而现在做事补顺 真言十三章二十一节 因我们所犯的罪而受到灾样 可是不知道 如何抵挡住灾样 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有内心发出来的罪 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九节 内心故意不认识上帝的罪 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 上帝说 罗马书一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 你的儿女三四代都会受到死刑 可是好多人不知道 这应许 你现在烦恼吗 按照你所烦恼的 上帝如实地给你报应 这烦恼是从内心忧虑出来的 这内心和脑子之间的距离 可能是一百米以内吧 那么这良心 夺在心里 哪个宗教能让我们的内心复活 我们使三个良心复活的时候 这才是真正的我 三个良心复苏的时候 可以消除一切忧虑 一切烦恼 不受到灾压和咒诅 那我们承认罪恶的时候 上帝把我们的忧虑改变成喜乐 是我们的内心欢乐 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 那不喜乐的人就是不悔改的人 昨天我跟你们说了 有些人很想帮助牧师 或者想帮助家人 妻子啊 丈夫儿女等等 想做爱国者 可是没有知识的话 这是很骄傲的 骄傲的人不明白 提摩太前书六章三节 骄傲的人内心有骄傲的魔鬼 他们不问别人 受到责备的时候不感谢 他们是属于魔鬼的 可是心虚的人如果有不明白的 那就问别人 三思神学的牧师们说 以前自尊心强 不问别人 可是学习三思神学之后 经常问别人 一年之后呢 增长了知识 可是骄傲的人 属于魔鬼的 不悔改的人 绝对不问别人 这样的人总是担心 不能笑 因为他们没有得到信心 这信心是一切喜乐 一切平安 这样的人不笑 怜硬邦邦的 他们会得癌症 自己也不顺 儿女也不顺 我们得到知识的时候才能帮助别人 那么现在 我们心里有忧虑的话 满脑子烦恼 我们烦恼的时候呢 问题不断地出现 比如说 这房子 下雨的时候 窗户落水 或者屋也落水 可是这房子其实呢 落水的部分就是 屋脊 所以这时候我们应该 修改这屋脊 你现在烦恼吗 你要改变这内心 现在自己不顺 儿女不顺 做什么都不顺你的人 不断地出现问题的人 应该改变这内心 你要保守你心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 果效是有心发出 真言四章二十三节 我们要使内心复活 要做人 那么我们在担心的时候 内心忧虑的时候 满脑子烦恼 就忧虑让我们烦恼 这是很难明白的 因为我们内心忧虑 而烦恼 好多人不知道这些 如果知道的话 他们都会来到上帝面前 可是他们不知道 这烦恼的原因 所以他们随便去自询 这烦恼是从内心出来的 那么如何消除这忧虑 在这话语里 上帝说 一句良言 使心欢乐 这良言在哪里呢 在世上有没有善 我们一起找一下 马考福音十章十八节 唯独上帝是神 其他宗教也说上帝是上帝 可是诀上说上帝也不行 我们找一下 马考福音十章十八节 这是多么庞大的应许 今天在这话语里 上帝使我们内心欢乐 我们现在受到的困难 这困难是因 内心的忧愁而受到的 有些人说 头脑上的烦恼 他们是动物水平 真的教会 知道心里的良心 良心复苏的时候 任何人都可以相识上帝 属于魔鬼的人 良心没有活过来 良心活过来的话 可以相信上帝 这是希伯来书九章 十四到十五节 这不是我说的 是上帝说的 不好而信奉上帝的人 他们的良心已经都麻木了 所以他们不知道 修持提摩太前述四章 一到二节 研究心理学的人 也不知道这良心 因为这研究心理学的人 是属于魔鬼的 心理学 这都是初等学问 那么现在上帝对我们说的是什么 内心的忧虑 忧愁 让你烦恼 让你头疼 那么烦恼的时候呢 上帝说 月博记三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 按照你所担心的 按照你所烦恼的 上帝如实地给你报应 在世上 谁也不告诉我们这些 你担心身体不舒服吗 你会得病 你担心孩子吗 你所担心的肯定会发生 你担心交通事故吗 你会味道交通事故 所以你把一切交给我吧 我们不断地担心各种事情 菲利比书四章六到七节 那么每当担心的时候 就祈祷把一切交给上帝吧 比如说 开车的时候 开车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不好的 这时候告白一下 主啊 我承认这是我的罪恶 使我通过基督学洗净 把一切托付给你啊 我们一起读一下吧 开始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除了神以为之外 再没有良善的 阿们 在这华语里 证言十二章二十五节 有忧愁的时候 我们烦恼 我们依靠这头脑 学习 世上的 依靠头脑 或者 不是学位 我们依靠头脑 或者 我们依靠 知上 得到知识 这是像 狗火猪一样的 这头脑上的烦恼 是从脑子 引起的 所以俗话说 人生世自 忧患时 学多的人总在担心 学少的人不担心 可是 虽然不担心 但是他们受到灾样 那么有学问的人内心 总有担心 按照自己所担心的 上帝如实地给我们报应 是我们受到在 约伯基三章二十四节 那么现在自己遇到困难 身体不舒服 自己不顺 儿女也不顺 家庭也不顺 生意也不好 工作的时候 做事都不顺 可是喊不出来 阿们的话 你们打 他们的耳光吧 与其 被 被打耳光 不如去天国 我们不能害死自己和自己的儿女 我们 诚心诚意地 我们爱身边的人吧 现在这话语是什么意思 我们在哪里可以听到这话语 只有上帝告诉我们这些话语 说不出来阿们的人 自己灭亡 儿女也灭亡 他们会得到癌症 现在有些 癌症患者 为什么 获不得医治 因为他们不信耶稣 假装信耶稣 信耶稣的话 耶稣基督来到我们里面 耶稣是死去的人复活 约安福音十一章 耶稣是 拉撒路复活 有些人身体不舒服 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 假装信奉耶稣 上帝说 信心有两种 为自己的利益 而信耶稣的 就不能说信心 这是罗马书十六章 十七到十八节 如果真有信心的话 说出来阿们 不说阿们的人 没有信心 他们会受到灾样 不仅自己受到灾样 而且害死自己的儿女 为什么去这样的路啊 我们不能这样 比如说孩子吃药的时候 父母逼着孩子吃药 父母用各种办法 让孩子吃药 父母为什么让孩子吃药 为什么逼着孩子吃药 因为孩子只有吃药 才能治病 亲生母亲都这样做 别人的母亲不这样做 孩子不吃药的时候 别人的母亲就不管孩子 逼着孩子吃药的 这才是亲生母亲 那么我朴牧师 责备你们 我这样说话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们要顺从话 我们要活过来 我们要改变命运 大家都活过来吧 我们会更好的阿们吧 谁是善 在世上 唯独上帝就是善 谁这样做了 耶稣这样做了 唯独上帝是善 今天我和大家 内心有忧虑忧愁的时候 这脑子 这之上让我们烦恼 不管年纪大大是小的 都有烦恼 其他宗教都说这烦恼 那么这烦恼 头脑上的烦恼是 像除泪一样的 烦恼的原因在于内心 不是假的宗教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 内心有三个两心 彼得前书三章四节 以上的果效是 有心发出证言四章二十三节 那么如果是两心复俗 我们都明白了 今天在这话语里 我们通过良善的话语 可以把我们的忧虑 和我们的问题 变成喜乐 唯独上帝是善 唯独是 上帝的话语 除了上帝的话语以外 没有其他的 现在受到困难的 甚至不舒服的 事业不顺的 性格不好的 体质不好的人 都要依靠上帝 良善的道 是上帝的道 唯独只有上帝 那么唯独上帝的话语 才能把我们的烦恼 忧愁 变成为喜乐 只有上帝的话语 进入到我们里面 才能行 否则的话 这话语不是属于我们的 因为我们内心有忧虑 所以烦恼 这烦恼是从哪里出来的 从内心出来的 唯独是良善的话语 这良善的话语 进入到脑子里面的话 行吗 不行 这话应该进入到我们内心 那我们一起找一下 《愿福音》五章 三十八节 话语进入到我们里面 我们内心的时候 才能行 今天大家为什么受到困难 为什么受到灾 为什么还死孩子 我们今天断开不好的吧 把不好的变成好的吧 把不好的变成祝福吧 阿们吧 无论去哪里 无论谁说什么 都要做悔改 悔改内心发出来的罪 和内心故意不认识上帝的罪 这样做悔改的时候 内心变干净 还是变污秽 变干净 我们变干净的话 谁进来我们里面 基督进来我们里面 这时候 上帝也来我们里面 这四季度悔改的时候 先基督来到我们里面 《愿福所述》三章十七节 这基督的奥昧是什么 就是基督来到我们里面的 基督来到我们里面的话 基督和耶稣是两位吗 他们俩是一体 《愿安福音》一章十四节 耶稣是道 耶稣是上帝的话语 那么耶稣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 上帝的话语也存在我们心里 我们一起读一下 《愿安福音》五章三十八节开始 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 因为他所拆来的 因为他所拆来的你们不信 阿们 上帝的话 一进入到我们里面 这才是信心 我们通过基督 四节都悔改 基督的奥秘 洗净从内心发出来的罪 内心不认识上帝的罪 这时候基督进入到我们里面 我们心里 基督在我们心里的时候 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 基督耶稣不是两位 而是一体 手掌和手背是一体 这手背是上帝的话语 耶稣就是上帝的话语 这话语 基督耶稣来到我们内心的 这才是信心 阿们吧 今天我们通过这话语 把优历变成喜乐吧 从今开始我们没有优历 大家都改变命运吧 我们向上边的人问候一下 我们现在活过来了 我们现在活过来了 我们活过来了 有些人说 牧师啊 今天笑着说话多好啊 把铜碗轻轻地擦一下 这样做下去 擦一百年也没有用啊 应该把铜碗擦得干干干净净的 这样洗干净的时候才能笑得出来 今天笑着讲话多好啊 可是你们为什么不悔改 从此刻开始我们都能洗的 我们没有烦恼 没有灿烦恶 大家都拥有喜乐吧 唯独是良善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 去其他宗教的话不行 没有基督的奥秘的话 上帝的话也不能在我们里面 只能通过四季段悔改才能洗 我们做四季段悔改吧 需要钱的话 上帝会给我们钱 哥林的后书八章九节 耶稣本来富足 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我们以他而可以成为富足 大家都改变命运吧 这时候我们儿女变成孝子 可以做爱国者 现在喊主三唱的时候 这祝福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一起来喊主三唱吧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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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父啊 今天您给了我们这么庞大的 今天就使我们顺踪话语 把我们的忧臭忧虑变成喜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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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